好,咱先回来上去和内容啊,上去和讲什么来着啊,上去和讲的各种线条的这个混合,对吧 他很适合混合这种头发呀,眉毛啊,胡子呀,或者这个衣服上的一些条啊,就是发丝啊,或者什么柳絮啊,或者这种就是树的这种树印的这种过渡的东西 还有这个水流啊,这种这种东西,除了线条之外,他还可以做这个颜色的调整,颜色的混合,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的啊,这个东西明显是一个方块,对吧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黑底白块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我们注意他这个后来的这个样子呢,是一个圆圈 而且呢,是一个实心的圆圈,实心的圆圈,这个边框是没有的 那么这个框架下,我们能不能给他加一个混合呀 这个其实就是混合工具长的样子,对吧 啊,这个方块变成这个圆圈 哎,好,出现了 出现了之后呢,双击他变成指定的步数 如果只有一步的话,预览就是中间的这个状态,对吧 就是中间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把它增多呢,就是这个样子,是吧 就这个样子,能够感觉到一层一层,是吧 一层一层 好,那么这,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类似于颜色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什么颜色 点进去,这个东西是个什么颜色 这个东西是一个白颜色,白颜色到黑颜色,灰颜色 那么如果它是红的呢 它呢,是 这个是绿的会怎么样 就这样的过程 中间混合会怎么样呢 就是指定的步数预览 把它就逐渐逐渐过度的这种效果就出现了 哎,逐渐逐渐过度这种效果出现了 当然它也可以做一些里边的旋转轴之类的设置 那我们呢,做一个颜色的变化 纯粹颜色的变化 这是什么颜色呢 这是红颜,这是绿颜色 然后这儿来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颜色呢 这是红颜色 红颜色变到绿颜色 是不是就有一个颜色变化 它到它,对吧 颜色变化 这个颜色变化呢 可以让它这样的就有这个变化 当然如果说 我把它选中这个点啊 再从红颜色变成 对,变成这个蓝颜色 能不能呢 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这个混合再复制出来一个 复制出来之后怎么办呢 再把它 选中这个东西 让它,哎,这样不行 选中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 再把它拉过来 是不是再把它变成蓝颜色 就完成了这么一个 红绿蓝的变化 红绿蓝的变化 也可以,哎,这就是 你看它也可以七种颜色 甚至怎么变都行,对吧 这就是这个 完成了这样的过程 当然它可以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Ctrl G打一个组 再钦建一个组出来 这个组怎么样呢 让它高丝模糊一下 这个叫做窗口里面的外观 然后呢 让它这个高丝模糊一下 对它新建的这个组 高丝模糊一下 哎,预览一下 能感觉到它的这个变化 是吧 它这样有一个变化 然后再给它一个FX 好像发光似的 FX 往这边挪一点 outp 嗯,移动一点 垂直一点 这样的东西 可以吧 回摄 仔细看 就会形成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彩色荧光棒的感觉 这个就是它的 那个 哎,这,这,这就是 这个颜色的过度 然后这边是底下有一个 颜色过度的一个阴影 发光的东西在里面 哎,这样的东西 但能不能让它绕一个圈呢 应该也可以 也可以 那就是说怎么绕圈呢 拿它来说的话 那显然就得是 这边这边和这边都得绕圈 把这个加外观的把它去掉 然后把这个留着 是有加C 哎,这样让它 做出一个圆形的感觉 圆形的感觉 这个把它搁在这儿 这个东西也一样 做出一个圆形的感觉 但是这个 这个圆形的感觉呢 又得让它就这么绕回来 Shift加C 哎,这么着绕回来 Shift加C绕回来 嗯,这样的 当然这个就不能是红颜色了 就不能是 就不能是蓝颜色 这绿颜色 如果你要想要 还要就是多加颜色 让它有更丰富颜色的话 你可以这样 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挪到这儿来 然后 这个东西挪到这儿来 这个就变来变去的是吧 变来变去的 让它 哎,停 这个摸到这儿来 Shift加C调整这个 Shift加C调整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是吧 把它 打开它 这里面的它 调整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 一小段 其实它负责一小段 然后这个呢 又负责一小段 作为它来说 Ctrl-C,Ctrl-V 然后呢 把它 A工具 抹到这儿来 这个A工具呢 挪到这儿来 这个里边的这个旋转 是这样 对吧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 是这个吧 不是这个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 那应该是这个东西 对吧 什么颜色呢 让它是蓝颜色 蓝颜色 这样它是不是就 还得 还得让它这个蓝呀 不能是这么一个简单蓝 哪个蓝呢 这个蓝 这个蓝得是 取色 这个蓝 然后这个蓝就融合到一起了 是不是可以过去了 所以它不光能够变化形状 还能变化什么 变化颜色 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 颜色的变化 其实都是用一个一个一个的混合来完成的 一个一个一个的混合 这块有点生影 怎么办 那就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不生硬的地方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不生硬 得找到它不生硬的办法 这个 这样的感觉 忘了一收 忘了一收 是这样的感觉 这次呢 我们讲了颜色的变化 除了这个 这个可以变形状 变线条 还可以变颜色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